当迎请多杰枪服第三世宝书圣典的横幅刚刚挂在华藏寺大门上时 巨大佛光立即出现在华藏寺上后 祥和瑞兆要所堕落 什么叫仁天共庆 这无上殊胜的圣事终于让人们亲眼目的 大家见到了史无前例的圣经 当天法会在龙师舞动三师拜佛锣鼓喧天中开幕了 公元2008年6月21日在美国旧金山由国际佛教僧尼总会率领世界各地一百多个佛教团体 两位大德登巴三位法王九位尊者以及众多大法师数百喇嘛僧尼 和御签信仲纷纷进入华藏寺大雄宝殿和尼托殿 在隆重庄严的气氛下落位而坐 全世界首次迎请多结枪服第三世宝书的大法会 在华藏寺大雄宝殿在华藏寺隆重举行 党殿中法骨雷洞 法号长明 僧众隐藏入殿 欺众献贡 公请辞人家措法王开出仁波切阿寇纳摩仁波切修法 陆东赞尊者第四世宝人家措法王与两位大人波切修曼达拉等法上顾 来自全世界的高僧大德纷纷纷修法 将宝书献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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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 高僧大人参加 我们中国亭华的地上 禾岛 等 Vuла 无论 的 де ок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建的步伐向大殿中央文文而进 人们的心灵近醉在一片万念聚集 骤心皈依的圣案中 丹玛宅王尊者将宝叔请上了话台 公请国际佛教生理总会主席 农会大师致辞 各位尊敬的各宗教派的法王 尊者 仁波切 法师 各界领袖 参众式议员贵宾 各位来宾 欧弥陀佛 欧弥陀佛 今天是恭迎佛食以后 最珍贵的多洁羌佛三世的宝叔的大帝 国际佛教生理总会 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这个圣会 多洁羌佛是法界最高最早的古佛 来到我们这个世界 是第三世的真身将士 是全世界佛教最高的领袖 恭请龙智丹玛仁波切致辞 是因为多洁羌佛将佛法 传给了阿弥陀佛等无法无法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 释迦牟尼佛 他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教主 但是释迦牟尼佛是跟随 燃灯谷佛学发的 而燃灯谷佛正是多洁羌佛化现 那么三世多洁羌佛 这个诞生是发定的诞生 他是世界各个教派 佛教党各个教派的灵袖们 发完根据复发的认证仪轨 而依发认证诸贺的 这在历史上也是第一次 唯一的一次 知道最多的而且圆满合法的巨胜 人人都能感受到这一人天共庆的吉祥 与此同时 议员们和政府官员代表 纷纷发言并颁发了奖状 yibetxa template in this particular ceremony to acknowledge the great work of Buddhachan III and the influence that he has not only here in our community In California but throughout this world Let me present this certificate Consult us on behalf of the California State Senate to Buddha Chan III. On behalf of Secretary of State Deborah Bowen, I wanted to read to you her comments today. Dear friends, I am pleased to congratulate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m Sanna association of the simple occasion of a visit of George Chan Buddha III. 接下来我们请旧金山优胜市长的代表 Juno Randhara先生 They are respectively receiving the book of H.H. Dojichang Buddha the Third Book The most precious book in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The ceremony dedicated to the prosperit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peace of the world 请巴勒东塔市市议员刘嘉玲女士颁发 We are here to congratulate this great ceremony and the receiving of this holy book 请圣后祭市议员朱感生先生颁发 Representing the largest city in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The mayor and the city council member 佛际佛教僧尼总会江泰元波切法师居士等 到全美国各主要的城市寺庙 葡萄馆 正宗这本好书 现在请团长扎西中华人莫切致辞 Monday morning June 23rd The Dharma Propagation Mis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m Songdo Association 可是多杰羌佛是至高无上的法界最高教主 仅仅只是人类喜乐庆贺而已嘛 这可是佛陀宝树的第一场引擎法会啊 大家正在思绪中突然诸佛菩萨拉开了庆贺的序幕 佛菩萨奉上他们最珍贵的礼物 降下了天国的穷江御叶 现在就开始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人群惊呼着蜂涌而出 此时晴朗的天空中 响起了从未有过的莲珠炮式的滚嘴声 犹如天国的笔花在空中炸响 只见浓密的甘露从树枝的空间湖中生有出现 不知从何而来 不知从何而去 他们如鹅毛锐血般能厚 在只差空间翻飞归谷 喷鼓旋转 完全不受地球引力的控制 从下而上 从上而下 自由地飞舞穿梭跳跃 时而纷纷扫墨在人们的脸上 身上 相挺无比 亲人心痛 千百只手伸下空中 都希望着大幸遇及 但是退出这华藏寺外 远是干燥的夏日晴空 艳阳高照 华氏86度的高温 没有丝毫的水迹旋影 一走进寺内区域 圣树涌罩的范围 甘露便翻飞而至 一箱扑鼻 最奇迹的是 甘露绝不落到地上 眼见着快要落地 却幽狐间不见踪影 真正展示了圣物不着凡土 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但这事实就在眼前 他们醉迷了 有人病痛全消 有人全身酥麻 有人清安喜乐 难以言表 更有人植入圣境 此时 华荡寺被七彩豪光荣招着 天国的礼花还照常在连珠炮般的鼓雷声中团来 为多杰羌佛第三世宝叔做罪圣祭的献帝 圣甘露连降了两天两夜 诸佛菩萨以此圣洁赫体迎奉宝叔 告诉世人 多杰羌佛第三世 是至高无上的真经宝典 是佛时2500年来 第一次佛陀五人智慧 在世间的真正完美展现 多杰羌佛第三世 是最伟大的法界教典 有联想 8 那么 来 了